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历史事件 改变历史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背景 波士顿清茶事件 革命的导火索 二 发展过程 殖民地的反抗 茶叶的倾倒 三 后果影响 独立战争的爆发 自由的呼声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 波士顿清茶事件 革命的导火索 波士顿清茶事件 听起来像是某个茶馆里的小插曲 但实际上它可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让我们穿越回1773年 看看这场茶话会是如何变成一场革命的 首先 背景介绍一下 当时的英国政府 为了填补七年战争后的财政之字 决定对北美殖民地征收各种税款 殖民地人民对此非常不满 尤其是茶税法 这就好比你去咖啡店买咖啡 结果店家告诉你 除了咖啡钱 还要额外支付一笔 空气使用费 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是抢钱 于是1773年12月16日的晚上 波士顿的殖民者们决定采取行动 他们装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 偷偷溜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三艘英国商船 把342箱茶叶捅捅到进了海里 这些茶叶的价值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 想象一下 整个波士顿港都弥漫着茶香 简直像是巨大的茶壶被打翻了一样 这场清茶事件不仅仅是 一次抗议更是一次象征性的反抗 殖民者们用这种方式告诉英国政府 我们不接受没有代表权的税收 这句话在当时可是非常有利的政治宣言 英国政府当然不高兴了 随即通过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法律 称为强制法案 试图压制殖民地的反抗 然而 这些措施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最终导致了1775年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所以波士顿清茶事件不仅仅是一次茶叶派对 更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点 他告诉我们 有时候小小的举动也能引发巨大的变革 下次你喝茶的时候 不妨想想这段历史 或许会觉得茶香中多了一丝革命的味道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发展过程 殖民地的反抗 茶叶的清道 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严肃又有趣的历史事件 波士顿清茶事件 这个事件不仅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还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义 首先 我们得回到18世纪的英国殖民地时期 那时候 北美的13个殖民地在英国的统治下 日子过得并不算太舒坦 英国政府为了填补七年战争后的财政之字 决定对殖民地征收各种税款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花税法和茶税法 殖民地人民对此非常不满 觉得自己被当成了提款机 而且还没有任何代表权 所谓 无代表 不纳税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就是他们的口号 那么 为什么是茶叶呢 茶叶在当时可是个大热门 几乎每个家庭都离不开它 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茶叶贸易 但由于走私茶叶泛滥 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 于是 英国政府通过茶叶法案 允许东印度公司 直接向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 并且免除了部分税款 这看似是个双赢的局面 但殖民地人民却认为 这是英国政府 便想承认其对殖民地的税收权利 1773年12月16日 一个寒冷的夜晚 波士顿的 自由之子吗 决定采取行动 他们装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 登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 三艘英国商船 将342箱茶叶 统统倒入海中 这些茶叶的价值 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万美元 想象一下 整个波士顿港都弥漫着茶香 简直像是一个巨大的茶壶 这个事件 不仅是对英国政府的直接挑战 还激发了其他殖民地的反抗情绪 英国政府对此非常愤怒 随即通过了一系列惩罚性法案 进一步加剧了殖民地 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 最终 这些矛盾在1775年 爆发为全面的独立战争 波士顿清茶事件 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 更是一个象征 这象征着殖民地人民 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 也展示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毕竟谁能想到 一杯茶也能掀起如此大的风波呢 所以 下次你在享受一杯热茶的时候 不妨想想这段历史 也许你会发现 茶不仅能温暖你的身体 还能激发你的思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独立战争的爆发 自由的呼声 当然 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独立战争的爆发及其后果影响 请集好安全带 因为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8世纪的美洲大陆 首先 让我们设想一下 当时的美洲殖民地 就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 而英国则是那个严厉的家长 英国对殖民地的态度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你住在我的屋檐下 就得听我的 于是 英国政府开始对殖民地 征收各种税款 比如印花税法和查税法 这就好比家长突然决定 要收取房租和零时税 你能想象青少年的反应吗 对 殖民地人民的反应就是 不公平 我们要自由 于是 1773年 波士顿茶党事件爆发了 殖民地人民 装扮成印第安人 把英国的茶叶 扔进了波士顿港 这就像是 青少年在家长的茶杯里 倒了满满一杯盐水 表示抗议 英国政府当然不高兴 于是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 试图镇压这场叛乱 然而 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呼声越来越高 最终在1775年 独立战争爆发了 战争的起因 可以说是多方面的 但核心问题是 殖民地人民 渴望自治和自由 而不是被遥远的英国政府控制 战争的结果是 殖民地人民 在1776年7月4日 发表了独立宣言 宣布脱离英国 成立美利坚和众国 这个过程 就像是青少年终于搬出了家 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独立战争的后果影响深远 首先美国的独立 激励了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运动 法国大革命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都受到了美国独立的启发 其次 美国的独立 也改变了全球的政治格局 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 其殖民政策 逐渐放弃了 对其他殖民地的严厉控制 最后 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传说在独立战争期间 有一位名叫希尔维亚 路德的年轻女子 她在战争中 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她假扮成男子 加入了大陆军 并在战场上英勇作战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 是无分性别 无分年龄的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独立战争 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 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 她告诉我们 自由和独立 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希望你们在追求自己的梦想时 也能像当年的殖民地人民一样 勇敢无畏 坚定不移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今天学到了不少 也笑了不少 下课 总结一下 波士顿清查事件 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它展示了殖民地人民 对英国政府征税政策的不满 和对自由的追求 这个看似小小的举动 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 和美国成为独立国家 这个事件的意义 也是非常深远的 它向世界传递了 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 激励了其他国家的独立运动 它也改变了全球的政治格局 迫使英国放弃 对其他殖民地的控制 最后我想说 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举动 也能引发巨大的变革 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 都是值得我们去坚持和追求的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波士顿清查事件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觉得自由和独立的价值 有多重要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